10月11日北京天空突然出现一道诡异白光 划破漆黑夜空 刺眼光柱在天空划出一道弧线后 又再次飞升展开180度大转弯 非比寻常的空中异象不只北京 包括天津 山西 河北 内蒙等地 都有民众直击 引发网友议论纷纷 猜测难不成是幽浮现身 但有军事专家推断这不是幽浮 而是中国正在测试的高超音速武器 解放军近年来积极研发高超音速飞行器 代号W14 还可携带核弹头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过去四年来中国已经进行至少八次相关测试 有分析称 密集的测试可能意味着 这种武器已接近正式部署 此次曝光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也不排除是东风17导弹的新型弹头的可能 不让美俄专美于前 中国在新一波超音速军武竞赛中积极备战 毕竟在次世代的武器战中 谁最快速就能取得战略领先 三连新闻问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